長生不老 奢望嗎 不用再吃那種 鬼鬆鬆的活靈芝 馬老師要來告訴我們 哈佛這個最新研究我覺得 再過五年很快 人人有機會活到150歲 秦始皇早生了2000多年 他如果現在生了現代 他的大夢就要實現了 真的假的 長生不老要 好 那電視機前面觀眾一定說 假的 我告訴你 這真的 大家在等五年 五年之後 長生不老要 白菜醬就要出來了 預估你有可能有機會活到150歲 好 那我們要來講 全世界最轟動的事情 就是哈佛大學跟新南威爾大學 聯合研究出來的這個東西 他們找出了 煙 吸 胺 單 殼 肝 酸 這個東西 NMN 這什麼東西 這東西其實在蔬菜 水果裡面是有這東西的 他一拿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第一個 抗衰老 第二個 你聽了一定高興 抗輻射 現在每天跟電視前面 這都是我們最害怕的兩次 抗輻射 第三個 細胞老化之後 它可以讓細胞跟細胞通信系統 連接得更密切 簡單的說 它就是一種長生不老要 現在觀眾一定說假的 我告訴你第一個 哈佛大學做了研究 第二個 研究報告 登在Science期刊上 科學雜誌 是全世界最好的雜誌 它用燈理就證明 這真的第三個 NASA進來了 NASA把ITEC獎 頒給了這個團隊 然後跟他說 我要跟你們合作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太空人 在太空裡面 最大的威脅 輻射 對 如果你要去登陸火星 我告訴你 到火星之後 全身都是癌症 因為輻射把你打進去了 所以你要登陸火星 你一定要能夠抗輻射 那馬老師我問一個問題 剛剛有一個其實 還蠻觸動我的 你說蔬果裡面 就可以萃取出來的 一種成分 也就是說很容易拿得到 這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白菜架人人買得起 問題是它的實驗過程 它真的可以抗老化 讓你回春嗎 好 先要講實驗 第一件事情 先是在老鼠實驗 對不對 注射到老鼠身上 一週只注射兩次 我告訴你 大家來看這隻老鼠 這老鼠是22個月大的老鼠 注射之後 變6個月大 它的肌肉 它的肉體 變成6個月大 好 現在可能大家不知道 老鼠最年老 可以長到多少個月 多少 30個出頭的月 所以換穿成人類的年齡 這隻22個月老鼠 就是人類的60歲 是 6個月 它回復到6個月 就是變成20歲 這不會多少 60歲的老鼠 注射之後 變成20歲 好 這第一個 那你大家就說了 你對老鼠有效 對人類沒效 動物研究而已 動物研究而已 這個華一的 主持人是華一的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好 那跟大家報告 他是49歲 但他因為操勞做實驗 他去測 他的這個年齡是49歲 他的身體是57歲 57歲 對 他自己吃這個之後 再去測 他的身體狀況變成33歲 57歲 是 變成33歲 我聽了這個之後 我跟社長都有福氣 社長不用了 他很青春 所以現在 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在五年的時間 這是現在的進度 在五年的話 他可以回春的這個效果 會更明顯 我跟你講 我還要再跟大家講 大家說他49歲還可以 他老爸80歲 他老爸本來已經 就是行動不大量了 他就想給我老爸吃 他給老爸一吃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老爸跑去高山上露營 跑去過激流 去搞極限運動 都不會 這個藥據說五年可以上市 而且因為他是從蘇果裡面 萃起來的 所以他是白菜醬 這個是哈佛在實驗室裡面的 一個實驗進程 再來說到真正的長生不老 所以要告訴我們 中國近代史上 最傳奇的這個人瑞 他到底活多久 256歲 哪有可能 我告訴你 TAM雜誌刊登了他兩次 紐約時報也刊登了他 而且他在1933年 往生那一年 TAM跟紐約時報同時 登他的副文 是 登他的副文 介紹說這個人活了256歲